大家好,录视频 然后这个虎文捕鸟猪 还有越南粗腿地老虎 一个爬友退坑 然后地价收的 这个应该是粗腿吧 这个长这个样子 这个应该是粗腿地老虎 然后它这个打包 我看着好像是这个状态不是很好 不计是热的吧,这两天天气挺热的 来吧,咱们先把这个给它准备好的盒子打开吧 先放进去静仰 试试看 它有一个地老虎,不是,它有一个虎文 那个虎文在路上褪皮了 然后现在好像给卡皮了,我操 然后好像已经是凉凉了 我一会把它打开看一下吧 你先进去 你先进去 你这么喜欢这张纸吗 你这么喜欢这张纸吗 头像在这 在织网 不下去 嘿,这个家伙 你就这么喜欢这张纸吗 嘿,这个家伙这么固执 就这么喜欢这张纸 那算了,纸给你放进去吧 先顾不上你了 先救虎文要紧 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一只 你看它 它好像已经 你看它 我靠 我靠 不 我靠 还能活吗 我靠 我靠 已经这样了 好可惜啊 这么大一个虎文了 我操 哎呀 蜈蚣又有吃的了 太无奈了 我操 好可惜 这么大一个 来吧 来吧 我们放另外一只虎文 虎文的环境 哎呀,都成那样了 估计肯定没救了 已经是 我感觉它已经凉了 我靠 这个 这个状态还没有 没有任何毛病 你看它 这个家伙状态还没有 还有什么 没有什么毛病啊 它一直想往里挖 哎 对对对对 哎,出来了 好可爱啊 这个小家伙 给各位看一下 虎文捕鸟柱 小时候好像是跟海捕很像的 一种捕鸟柱 这哥们他打包没有问题啊 你这只虎文就一点事都没有 但是 但是刚才那个就是 全属就是意外 太可惜了 那个虎文 但是 也应该长那么大了吧 就那样 因为蜕皮 然后 死了,太可惜了 那这个就先不打开它吧 它好像一直想越狱来着 咱们再看看这个越南粗腿吧 越南粗腿好像是个不太受欢迎的品种啊 你们好像都说它 都说它丑 不过 我倒是很喜欢这种 这种 血巨的蜘蛛 我比例看着腿粗一些那种 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帅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越南粗腿了 不过这低价收益 倒也是 还可以 这个价格还可以 总共是60 60 然后这三只 两个虎文 一个越南粗腿 我操 怎么都想越狱呢 你能不能不想有个家吗 我操 OK 越南粗腿 那我们就先去静养吧 好吧 那本期视频落这了 各位喜欢的话 来个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